兰亭集叙 王熙之 永和九年 岁在鬼丑 牧春之初 会于快积山音 至兰亭 修戏事业 群贤必至 少长贤吉 此地由崇山峻岭 茂林修竹 又有清流集团 应待左右 引以为流伤驱水 列作其次 虽无司主管贤之圣 亦商亦勇 一足以 唱续忧情 时日也 天朗气轻 汇风合唱 仰观宇宙之大 辅茶品类之圣 所以 游牧成怀 足以集 视听之语 信 可乐也 辅 人之相语 辅养一世 或取诸怀抱 物言一世之内 或阴记所托 放浪 行骸之外 虽 屈舍万书 竟造不同 当其心于所欲 赞得于己 快燃 快燃自足 不知 老之将至 及其所知 记卷 情随事迁 感慨 戏之意 向之所欣 辅养一世 抚养之间 以为尘寂 又不能 不宜之心怀 况 修短随化 终期于尽 古人云 死生 亦大乙 其不痛在 梅兰兮人 心感之游 若何一气 未尝 不临闻皆道 不能欲之于怀 故之一死 生为虚淡 其蓬伤为妄作 后知是今 亦有 今知是息 悲伏 故 列续时人 录其所述 虽世书世义 所以心怀 其 志一也 后知拦者 亦将 有感于 斯文